韋哲跟原民會主委已將 巴勒攜手行銷原香美食 為了協助原民業者開拓行銷通路 21號在台南市嘉南藥理大學 舉辦原住民創意中心計畫 辦公室接牌儀式 以創新育成輔導品牌識別跟行銷 營運輔導為主軸 在台南市部件實體通路據點 針對原民朋友 他的文化上 甚至在科技上 身上過去的一個傳統習俗 跟現在的科技背景 可以幫助很多新年朋友 還有甚至將來有些科大拉同學 甚至往台的羅管科 或將來能夠培養這個創意團隊 能夠守住 變成一個創意的企業 我們全國八個 這種創意中心的縣市裡面的 的確台南市是唯一沒有原鄉的地方 人口設計的只有八千多人 當然我們還有更多圓滿在地的 希臘雅族的族群 那我們只有補助五千萬 但是黃市長還特別加碼 又多出了三千五百萬 原民會表示目前已有十家業者入選 主要以食品跟手工藝品為主 業者期望這次跟原住民創意中心計畫辦公室合作 提升商品能見度 進而打進主流消費市場 這個團隊會幫我們去行銷還有包裝 然後幫我們打很大的廣告 讓我們的食品整個台灣都看得到 希臘雅人就是拜那個阿力祖 那阿力祖是不是用四壺 四壺的話它是不拘任何形式大小的一個容器 包括碗、杯子或是壺 我們就用這樣的一個做一個發想 然後把我們的創意走進大家的生活空間 計畫團隊除了不定期舉辦市集 手作體驗、特色餐飲及藝術展演等活動 也會協助進駐業者產品開發及改良 讓原民商品多角化發展 原則新聞大部台南市採訪報導